一个带着斗笠的这样的一个世卖高人 乌州梭丽翁 独吊寒江雪 我的天呐 我在想有这样的工具 可以做这样的雕刻吗 可以的 我看这个比较小你知道吗 就是它上面大 然后中间小 你看 老师 如果你视线和它齐平的话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小孩 然后拎着一个气球 拎着气球 要被气球拽飞起来了 这个作品就是想让大家时刻 都保持一颗童心 对 是有主题的 对 这个摆得就很特别 它是把中间的笔形削了 对 这只呢就是前期云南 不是跑出来几只大象 大象 很可爱 然后我就做了一组大象的作品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珍惜和爱护野生动物 但我其实发现了一个 特别离谱的作品 就是这只蚂蚁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它应该就是一个真的蚂蚁吧 对 是的 它是一个真的蚂蚁 那你的作品在哪里呢 这只蚂蚁它有三双鞋子 蚂蚁穿的鞋是你给它做的 天哪 它做的不是蚂蚁 它做的是蚂蚁的鞋 你还给它套上 我的天哪 我没有想过我的人生 能看到蚂蚁穿着一双鞋 你看 厉不厉害 就问你们厉不厉害 其实给蚂蚁穿鞋 只是一小部分 还给苍蚁带过头盔 对不对 对 是的 你为什么会想到 给苍蚁带头盔 对啊 因为当时夏天 蜻子里面很多苍蚁 一直嗡嗡地飞很烦 就想着能不能让它安静一点 然后后来就带了一个头盔 把堵它的嘴 那一般这些作品要练习很多次 才能成功 还是说 一般来讲 都是一次性成功 然后如果一次 一次性成功 对 你这个是什么机缘 让你就是对笔星下手了呢 这个在前两年 就属于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 我高中的时候学习美术嘛 然后每天我们都需要大量的 削铅笔 对 大量的铅笔 然后呢 今天都是千篇一律嘛 我就想着 能不能我想要和别人做的不一样 于是那时候开始了 第一次的前提雕刻 工具也是你自己做的 对 工具的话 我认为工具其实不是很重要 明君最特别的厉害的一点是 你哪怕给他一个菜刀 他也能给你雕出个东西了 最夸张了 夸张了 虽然你是我们请来的人 但这个我都有一点不太信 你知道美工刀和菜刀差多少吗 我知道 那就来吧 来吧 现场来 工夫再高 别怕菜刀